上帝真的很好,不是吗? 上帝常常对我们都很好。 律圣堂早安! 今天是五旬主日, 对我们很重要, 因为这是新月教会的诞生, 就是按照《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头的记载, 教会是按照圣灵的能力, 是诞生的当天120人受圣灵的充满, 这充满让他们能够做宣教的工作, 有大能、有恩高地去宣传。 在教会的第一天, 三千人就加入了教会, 真的是一个太棒的方式来开始一个教会。 所以每一年的五旬主日, 我们传讲圣灵, 因为我们需要祂再次进入我们的生命, 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浇灌, 在灵里来浇灌, 让我们来复兴我们, 这就是五旬主日的整个含义。 我要请各位, 欢迎各位, 跟我们一起来经历这圣灵的充满。 圣灵, 我们要求祢来充满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在观看这聚会的每一位, 祢在他们生命做一个新的更生的工作, 更新他们, 充满他们。 我祈求神的话语, 这时候, 散发出去的时候, 要成就神话语, 奉耶稣的名祷告, 神的子民说, 阿们, 阿们, 主把这信息放置在我心, 讲到五旬节, 五旬节有三个W, 英文字母的W, 第一个是, 五旬节的第一后, 第一个W是等后,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 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吃饭的时候, 疏忽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但要等候, 每个人说等候, 等候父的应许,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朋友们, 五旬节是关于等候, 在这时候, 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在五百多人面前显现, 教导他们关于神的国度, 他继续地在世界上行走四十天, 一直到他被接回天上。 有一次, 他告诉他门徒, 在耶路撒冷等候, 等候神应许的恩赐, 就是圣灵的恩高和充满。 当然, 那时候, 门徒们不知道这是什么, 问题是, 神为什么要他们等候呢? 我相信有两个理由, 第一, 神要他们等候, 因为神有完美的时间 来完成祂的旨意。 朋友们, 很重要的, 我们学习等候, 不是半途而非的就放弃了, 因为神有完美的时间 来成就祂的计划, 来回应祂的祷告。 圣灵充满了 那房间内的一百二十个门徒, 不是早一天, 不是迟一天, 但是五神的正天, 为什么呢? 好让福音能够传递 世界的每一个城市。 福音能够传递 第二章第五节, 告诉我们, 那时, 有从天下各国来的 虔诚的犹太人 住在耶路撒冷。 天下各国就是说 那时候所认识的世界 圣灵按照神完美的时间 降临在所有的虔诚的犹太人 他们在耶路撒冷来庆祝这五旬节 或是Shavuot 那时候,犹太人 世界各国的犹太人都在耶路撒冷 圣灵就降临了 好让耶稣基督的福音 接着这犹太人 可以带回他们的家乡 不只是这样子 神要等的 不是无论任何的犹太人 圣经说是敬畏神的犹太人 为什么呢? 因为是通过这些敬畏神的犹太人 福音才能够一五一十地传递全世界 所以要让福音传到全地 教会的诞生 神就等到 五旬节 好让敬畏神的每一个犹太人 来到耶路撒冷 来领受神所倾倒的圣灵 因为神 心意就是要你和我 得救 所以神等到 敬畏神的犹太人 在耶路撒冷的那一天 才倾倒了圣灵 跟你分享一个见证 我很久以来 都为着一个丈夫来祷告 可能比他在座的更长久 可能十八十九岁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祷告 但是没事情发生 没事 我只有十八十九岁 然后初二十岁 来了 我还是单身 我在想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神啊 为什么你没有供应 然后十二十的时候 来了 走了 我还是单身 我看到 很多姐妹朋友们 都结婚了 他们邀请我参加 他们的婚姻 给他们读圣经 好像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一样 我进入三十岁的时候 我还是单身 我又成为了牧师 就被为别人来主持婚礼 为他我的姐妹朋友们 主持婚礼 但是我还是单身 我虽然很乐意地服侍神 但是我还单身 那时候我就想 神为什么我还是单身呢 我在想 可能 有男生走过我身边 我就和他结婚 但是感谢神 他保守了我 没有做这样 错误的一个决定 嫁错郎 你知道吗 在我四十岁的前一年 我就结婚了 那时候我结婚的时候 我就三十九岁 你知道吗 我等待 李牧师来进入我生命 他不完美 我也不完美 但是我们彼此 对方是完美的 是值得的 如果我没有和他结婚 我可能不会建立教会 因为如果靠我自己 我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有他在我身边 有他支持我 我能够做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如果我那时候 三十九岁 没有等待他 没有和他结婚 我可能不开始这个教会 如果没有开始这个教会 在当中的很多 可能不会得救 或是不在这 教会得救 好像我们今天摄影的 姐妹 她可能也不得救 很多在观看的 可能也不得救 或是不来到这个教会 被门训 在神里成长 我要说的是这样 神有完美的时间 给每一个人的 生命的计划来实现 所以不要靠自己的力量 来把事情实现 等候神 信靠神 因为祂有最美好的计划给你 我觉得我要分享这个见证 是因为 在我们当中 有一些放弃了 放弃 神为你拣选的那一个人 你要做出第二好的选择 因为不要这样子 因为神有最好的 要把他带到你生命 有些人在等候神的应许 等候一个宝宝吧 还没发生 但是要继续等候 在神的时间 神有完美的旨意 就正如亚伯拉罕 以撒 亚克 有些人还在等候 可能是要恢复你的婚姻 或是跟你孩子 或是你的父母 还没得救的 你知道吗 但是神 有祂完美的时间 今天我要告诉你 不要放弃 继续地相信神 相信神的旨意 相信神的时间 因为 祂对你有一个完美的计划 阿们 神有完美的时间 第二个要等候的理由 是因为 神要让我们 要栽培我们 个人的品格的成长 耶稣让门徒们 等待圣灵的充满 耶稣给他门徒 第一个指示 不是到全世界去 传福音 祂教会的第一个指示 是在耶路撒冷等候 你看到吗 在还没被委任之前 需要一个准备的时间 耶稣没有告诉他们 徒书说要等候多久 祂只是说等候 等候 等候圣灵降临 当他们在等候的时候 神在他们心中动工 神修养我们品格的一个方式 就是让我们等候 有一个年轻人说 祷告 主啊 给我忍耐 现在就给我 我们很多就是这样子嘛 但是不是这样子的 神让我们等候 好 让他能够 能够修复我们的品格 当我们品格有成长 被修复 我们才能够领受 神要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还没准备好 那祝福来 可能会毁坏了那祝福 因为我们的品格 来装 来领受这个祝福 所以神让我们等 来修养我们的品格 好让我们 能够做 那个祝福的好管家 你知道吗 旧约圣经里头的约瑟 他等了13年 才看到神的应许成就 在他的生命 因为他有一个梦 他父母向他来跪拜 他兄长们向他来跪拜 他掌权 他就向他父母亲 他向兄长们来夸耀 他们就恨恶他 虽然说神对他有一个 伟大的命定 伟大的梦想 但是也是需要等到 神修养了他的品格 能够来领受 这个祝福 他要等候13年 好让神把他的愚昧 把他的骄傲都挪走 才让他领受祝福 你知道吗 约瑟差不多可以出狱 但是最后一关失败了 因为他没等神 来让他离狱 他选择自己 用自己的方式 来出狱 他告诉法老王的酒阵 你告诉法老 你告诉法老 给我每言几句 因为这样子 神就让约瑟 待在牢狱里头 待了多两年 所以他要等待 13年后 才能够出狱 约瑟准备好了 他出狱的那一天 就是在那一天 他就被升为 埃及国的首相 他准备好了之后 准备好了之后 神才升他的急 所以你一定要忍耐 你一定要忍耐 对神要忍耐 因为 神在你的生命 所做的 已经到最后的阶头 所以第二个理由 神让我们等候是 因为 祂要修养 我们的品格 你要专注 让神来塑造你 时间到 你的祷告 就会被应允 你就会成就 神为你的旨意 下一个问题是 门徒们 他们在等候的时候 他们有怎么样的姿态呢 120个门徒 怎么样等候 天父的应许呢 他们在祷告中 来等候 使徒新传第一章 第十字节 告诉我们 这些人和几个妇女 包括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 和耶稣的兄弟 都同心合一地 横切 祷告 当他们在等候神的允许 他们是借着 祷告的姿态来等候 他们不是闲聊 看电视 节目 或是怎么样的纪录片 他们在互动的 在寻求神 他们赞扬着耶稣 他们的心 他们的耳是向着神 那是他们的姿态 他们是不断地祷告 一起祷告 朋友们 当你在等候神的允许 你应该是 在祷告中来等候 我相信 我们在等候神的允许 应该用一个 不断祷告的姿态 来等候 保罗也告诉我们 不停地祷告 在这疫情当中 当我们在等候 等候这疫情被消灭 我们应该用时间 花时间在祷告中 所以 来跟我们一起 每一天晚上来祷告 为这疫情来祷告 为我们教会的复兴 来祷告 每一晚 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 我们都在一起祷告 因为这是我们应有的姿态 我们在等候神 应许成就 第二个 他们等候的姿态是 他们一起聚集等候 首都新传第二章第一节 告诉我们 五旬节 那日到了 他们全都聚集在一起 就是说 他们花很多时间在一起 身为耶稣的肢体 他们花很多时间在一起 一百二十个门徒 在一座房间里头 在那里一起祷告 一起分享生命 一起祷告 福祉 朋友们 当我们等候神的应许应运 我们要在团聚里头互动 我们应该在我们小组里头互动 如果你没有到小组 我要请你快点参加小组 那里有很棒的一群弟兄姊妹 他们在那里要爱你 爱护你 来为你祷告 来门训你 所以很重要的 你应该参加一个小组 加入一个属于这地方教会的小组 好让你能够在教会的不同的事工上 也有贡献 好让你们来彼此扶持 彼此来供应彼此的需要 因为在这等候的时刻 没有一个人应该是单独的 跟你弟兄姊妹一起来等候 你就不会淘汰这个赛程 第一个W已经讲完了 就是等候 五旬节的第二个W就是大风 圣灵如同大风降临 使徒行传二章二节说 突然有响声从天上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坐的整栋房 圣灵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听到 因为是一阵大风 响声从天来 是彰显神 进入了楼房 是突然的 因为门徒们不知道 几时来 今天神也是一样的 突然的进入你的生命 进入你的家中 神要突然的来 揭露你的生命 来的时候就如同大风一样 门徒们不惊讶 因为他们在等候圣灵 十天了 从耶稣升天的那一天 到圣灵来 已经是十天了 他们在等候 他们在寻求神 今天让这成为 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在寻求 在等候圣灵的来临 阿们 圣经告诉我们 圣灵来 充满了整个房 圣灵来的时候 他不是 不只是要来充满 这建筑楼的楼房 他也要充满 这属灵的 属灵的建筑楼 他要充满你 充满你的心 充满你 属灵的电 充满你的生命 他要做你 生命的主 是讲到 这大风 来充满 你生命的每个环节 神要进入你生命 你心里的 黑暗的空洞 要照耀那黑暗的角落 让你得到光 五旬节 就是关系了这些 很多时候 在星期天 我跟厨房客 见面的时候 他们都告诉我 我感受到 神在这里的同在 很多次 厨房客都这样的告诉我 因为神的同在 在这个场所 但是 不要让神的圣灵 停留在那里 让神的同在 进入的更深 进入的每一个生命 每一个心 充满你 好让你知道 神是真实的 让你经历 神大能 在你的生命运行 五旬节 是关系了 这大风 不只是关系 这大风 关系到 这火焰 因为圣灵 如同火焰降临 使徒行传 第二章第三节 又有舌头如火焰 向他们显现 分开落在 他们每个人的身上 圣灵来 也要洁净 我们每一个 没有洁净 没有洁净 我们的灵魂 让火焰燃烧 我们生命的黑暗 就不得复兴 因为五旬节 是关系到 神的火焰 燃烧 我们一切 的罪孽 好让我们 在生命里 得到复兴 我祷告 祈求 这火焰的舌头 现在降临在你生命 是 不讲到这火焰而已 是讲到神的火焰 来点燃我们 点燃我们 把一切罪恶 燃烧 消灭 消除 捷径 好让 我们得到复兴 在你的灵里 同意的 你告诉神 是的 是的 神 在我的生命 就这样的行 让你的大风 让你的火焰 来充满 我的生命 阿们 第一个W是等候 第二个是 大风 五旬节的 第三个W是 做见证 石头信传 第一章第八节 那里告诉我们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这见证人 这字眼 是来自 希腊文的字根 叫 Mathis 一个见证人 他 按照他所看见的 他能够上法院 做见证 在法庭里 是有效的 当你受圣灵的充满的时候 你就成为耶稣基督的 见证人 见证他在你生命 所做的一切 但是这Mathis 还有另外一个 更深的意义 在英语 Mathis 寻导者 是我们 很熟悉的 就是讲到一个人 为了他的信仰 为了信耶稣 他愿意舍命 除了约翰 使徒约翰以外 所有的门徒 所有的使徒 都成为 他们信仰的 殉道者 所以 见证人 是那些 愿意为他们 的信仰 为耶稣基督 牺牲他们的 生命的一群人 当你受圣灵的充满的时候 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有一个 为对耶稣基督 更深的尾声 活出一个 跟耶稣基督 更亲密的生命 一个 对自己死的尾声 而为耶稣 而活的尾声 一个到 死亡的尾声 在世界各国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他们都设逼迫 就是那种的尾声 圣灵 给你能力 是为了 这个跟神 更深 更亲密 的一个 关系 你愿意 为自己 对自己而死 为基督而活 做一个 做一个 寻道者 彼得 充满了 圣灵 被圣灵 把他 从一个 懦夫 懦洛子 变成一个 充满能力 充满胆量的 一个人 在五旬间 那个 那一天 他就 向 三千个人 来传福音 就在那 逃跑的 逃离的城市里头 传了这个福音 这个 圣灵的充满 不只是改变 那一百二十个门徒 也改变了 这新约圣经的教会 在 使徒行传的 第八章 第一节 说到 从那天开始 耶路撒冷 的教会 遭受 到大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 这种门徒 都分散在 犹太 撒玛利亚 各处 使徒行传 第八章 第四节 告诉我们 那些 分散的人 往各地去 传福音 他们 无论到哪里去 被逼迫 分散的基督徒 都成为 耶稣基督 有效的 见证人 今天 我要用 Joel的 见证 来做 结束的分享 她是她家中 第一代的基督徒 她为 她的家的 救恩 祷告了 二十年 大概一个月前 她的姑姑 有得白血症的 非常的 病重 当Joel去医院的时候 她求神 原谅她 因为 这么久了 她都还没有 跟姑姑 分享基督 但是她告诉神 我愿意 这时候 跟姑姑 来分享 见证 使用我爸爸神 但是她有两个障害 第一 她 担心她 爸爸 和舅舅 在那里 他们会反对 她分享耶稣 第二 她姑姑 只能讲话语 Joel 话语不流利 不能够分享见证 但是她告诉神 我尽力而为 其他的 你来掌管 当她去到医院的时候 神为她开路 她就回家了 她爸爸又出去 散散心 所以她有一个 单独的时间 和她姑姑在一起 她跟姑姑 分享了见证 靠神的恩典 姑姑敞开了心 来接受耶稣 基督为和个人救主 主要就和她姑姑 做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 真的太奇妙 但因为她 姑姑还清醒 还能够讲话的时候 十天后 十天后 姑姑就回天家 在最四礼拜的时候 立圣堂的弟兄姊妹 还有牧师们 都去探访 跟他们 分享基督的爱 跟她哥哥 和她父母 来分享 虽然说他们还没准备好 要接受耶稣 但是 就要知道 那种子已经 杀出去了 他继续为他们 祷告 他就 很有胆量地 宣讲 宣告 神的话语 书中心传的第十六章 第三十一节 相信耶稣基督 你和你一家 就必得救 哪个星期 他邀请他爸爸 来到教会 他也同意了 聚会过后 牧师问他 爸爸 你心敞开 接受耶稣了吗 他说 是的 他说是的 就在那时候 就带领 Joel的爸爸 认罪悔改 Joel 真的太兴奋了 住在一个星期里 家里就两个救恩 神在他的 他在他的家中 真的行了一个 很棒的一个工作 真的太奇妙了 太荣美了 圣灵的大能 圣灵的充满 令Joel 成为耶稣的见证人 你也可以成为 耶稣的见证人 带领你的至亲 来归向耶稣 我们低头来祷告